市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初创企业 最近成为许多国家追求的商业神话 因为某个程度上代表着营商环境的宽松和成功 就连科学工艺及格新部 也放眼在5年内养成5家国产独角兽公司 并对商家支持到底 阿汉爸爸今天和科医部属下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 及汽车买卖企业代表会晤后 除了鼓励创业者善用这个风险投资管理公司提供的基金 也希望未来的国产独角兽公司 能够推动国家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发展 科医部计划从证券交易所的10个科技领域中 鉴定有潜力的公司 协助这些公司发展成为全球冠军